国语有生善书 一赤宝德大道愿善书 欲赴德 主祝先佛为天上圣母 天上圣母将 第32章 清朝董妃慎言笃行 学生功向恩师皆价五叩首 贤生勉礼 官辱今夜情绪高昂 喜从何来 学生是见到殿堂诸位先佛都没开眼笑 因此也感染到一股喜悦 所以喜从心中来 哈哈哈哈 说得好 学生有一则故事想与有缘人分享 可 清朝顺治皇帝的妃子董厄妃 拥有母仪的风范温柔和顺 侍奉丈夫细心无比 丈夫外出回来 必定先行去探室 虚寒问暖 夜间天后不好时 他便起身巡视公事 深怕丈夫着梁受动 一日 正当顺治皇帝用餐之时 董妃如往常一般在旁室后 皇帝突然转头 示意董妃一起坐下来用御膳 董妃连忙欠身失礼 皇帝对妻这么好 为妻真是深感荣幸 但与妻和妻一起用餐 还不如和众位大臣一起用餐来得好 相信他们会更增效忠之心 顺治皇帝深觉有礼 日后便经常与大臣们进餐 深夜里 皇帝批阅奏章 他都会在一旁陪伴 但从不过问朝政 如果有被判死刑的案子 他会提醒皇帝注意 以免误伤人命 有时丈夫偷懒或大意 他便劝导皇帝守成不义 万万不可有所疏漏缺失 假若有大臣得罪皇帝的地方 他会秉公为大臣们求情 董妃的乖巧和善良仁慈 深得婆婆的欢欣与恩宠 但他不因此恃宠而骄 反而勤俭有手 身上从不穿金带银 所以下人受他的影响 也不敢太奢侈 中国的政治思想 其层次是修身 其家 治国 平天下 所以要治理国家 先得其家 连家都治不好 哪儿能治理国家 而治家的道理 与治国是相通的 治家的根本在行孝替 使家中每一个人 都能孝顺父母 尊敬长辈 有爱兄弟 推而广之 可以一孝作忠 敬爱掌上 就不至于犯上作乱 常言道 忠诚出于孝子 就是这个道理 今天民主时代 任何人都可以出来行政 但是行政之前 是不是先考量 自己有没有把家庭治好也 懂非处处都小心 以避免犯错 谨慎小心 所谓谨慎小心 在外表现 是谨言慎行 内在的涵养 是自我节制 自我约束 一个懂得自我节制 自我约束的人 不会一时兴起而说一些做不到的事或说不该说的话 也不会一时冲动而做出不该做的事 约是克制自己的功夫 能克制的人 不会逞一时之快 不会奢侈浪费 不会放纵自己的情欲 讲话不会吹嘘 当然也不会做出后悔之事也 懂非的人德 值得我们学习 简而言之 人讲求的是人与人相处之道 人与人相处最重要的是诚恳 是忠实 是宽容和体谅 一个能够自我要求 诚恳待人 忠实做事 对别人也能够处处为对方早想 那么喜欢与尊敬就会永远属于你 在旧式的社会 女性的才华总是被埋没得 无法充分地发挥 然而 常言道 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一定有一个能干的女人 如果能将自己的聪明才智 发挥在背后的支持 归戒或辅助之上 那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 甚至于有相得益彰的效果 懂非的故事 让学生明白 美色并不可靠 但美好的品德才智 却有如布雕的松柏一样 令人景仰怀念 然也 先问耕耘 再问收获 凡事但求自己尽心竭力 如此也能走上人生的坦途也 可 无悔 学生恭送恩师圣驾五叩首 阿弥陀佛 聖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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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誓